在今年双十联假期间 民进党加一线立委候选人陈冠婷 跟他的服务团队在大龄大美里暗户拜访的时候 他们发现有一位年近七旬的独居长辈 在家中倒地不起赶快将人送医 同时通报社会处 经过社工的关怀之后 他们的团队最近回访 发现这位阿贝他的气色明显好转 而且家中的环境也改善了 这就凸显出了加一线长者 还有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 指着家中地板回想跌倒瞬间 今年六十八岁的阿贝是一名独居长者 双十联假期间 民进党加一线立委候选人陈冠婷 和服务团队在大龄大美里暗户拜访时 发现这一名阿贝倒地不起 立即将他送医 在家中跌倒爬不起来 阿贝真正三天没进食 幸好团队及时发现 并通报社会处安排人员 固定关怀送餐清洁房屋 近日陈冠婷回访关心 发现阿贝气色好转许多 当地里长表示自从阿贝回家后 也常常亲自探访避免独居 他没人照顾 附近邻居也来关心 邀请阿贝多出门走走 跟大家拔甘情 加益县的老年人口比例是全国第一 未来加强社会安全网防护